没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他 为何专注于海外市场 我并不想再成为一家BAT 移动互联网企业出海 是降维打击还是弯道超车 包括很多短视频的活动 从输入法到内容分发 工具型公司如何转型为 可持续发展的平台 首先就是颠覆这种商业公司 中国经营者 专访触保联合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官王嘉良 精彩不容错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走进本期的中国经营者 我是刘燕 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 很多的企业都在积极地布局全球市场 有一些企业是从本土起步 逐渐地走向海外 今天我们所邀请到的这家企业 它的业务却是从海外开始的 在成功地覆盖了全球 240多个国家和地区之后 逐渐地把影响力带回到国内 最近它更成功地登陆了纽交所 成为了一家名副其实的 国际互联网公司 让我们来欢迎本期的嘉宾 触保科技联合创始人 首席执行官王家良先任 欢迎王总 好 谢谢刘燕 王家良 触保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毕业于上海交大电子工程系 曾任微软亚太研发集团项目经理 2008年8月 他联合其他四位创始人 共同创立触保 专注海外市场 以输入法为核心 开发了数十款垂直型内容应用 全球日均活跃用户超过1.8亿 用户覆盖全球超过 240个国家级地区 于2018年9月28日 在纽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同时我们要欢迎 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金融与会计学教授 瑞蒙先生 欢迎瑞蒙教授 谢谢 我知道其实瑞蒙教授 前不久前还特意去探访了 我们这个触保在上海的总部 让您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什么 最深的印象就是 它非常像一个硅谷的 典型的互联网的公司 年轻 活力 而且特别吸引眼球的 它养了几只猫 一会我们可以聊一聊 瑞蒙它的管理风格 我们首先要恭喜王嘉良 在创业10周年的时候 成功地登陆了纽交所 上市对于瑞蒙来说 意味着什么 其实在上市之前的时候 初宝已经开始盈利了 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次上市 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说 希望融更多的钱 因为IPO的话 能够提升我们在全球的品牌影响力 尤其是初宝是一家 做海外市场的公司 所以我们能够吸引 更优秀的搏迹的人才 当您真的就站在纽交所 敲中的那个瞬间 是什么样的感受 当我们几个合伙人 来到那个时代广场的时候 去拍合影的时候 然后我在对比了当年 10年前 我们几个合伙人的 一张合影的时候 那个时候这种内心的激动 是非常深刻的 因为我突然觉得 我已经把人生最宝贵的10年 放在了这家公司 然后我跟我合伙人的 所处的这个时间 可能超过了我跟我的太太 我跟我的家人的时间 所以那一刻我会觉得说 人生其实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事情 最开始这五个合伙人 怎么走到一起 开始创业呢 因为10年前的时候 我是在微软研发集团 担任项目经理 然后呢 我有另外两个同事 也是在微软 我记得是07年呢 有一个非常创 就是划时代的一个产品诞生了 苹果手机 然后因为我们在微软 工作的语言都是英语 然后经常也在手机上面 要处理邮件 我们就会觉得触屏的输入特别麻烦 所以当时我们就灵机一动 觉得说 能不能做一款更好用的输入法 所以就基于自己的兴趣 做了这样一款输入法 我们就把它起名叫TouchPal 而且是一开始就是 针对海外市场的是英语 然后包括很多西欧的语言 我就建议我们几个合伙人 一起出来创业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 就是因为没有投资 所以我们最早期的这个注册资本 10万块钱 就是我们几个人自己凑的 2009年底 触宝共获得了启明创投 红杉资本 华盖资本 SIG 海纳亚洲等四轮融资 总投资金额超1亿美金 2018年9月28日 触宝登陆纽交所 在行业内被称为 移动互联网内容出海上市第一股 我真的就是有非常大的好奇 对我来说输入法 它能做出什么样的花来 到底你们当时的创新点在哪里呢 首先呢 我们应该是最早的提出 这个触屏的误按键纠错 因为那个时候 iPhone都还没有这个 就是按错了之后 它能自动纠正这样一个功能 包括有很多滑行输入 老外有很多人 他就是在屏幕上面 滑动这个手指 滑过每一个字母 我就能够把整个单词 甚至于一句话 就能够预测出来 那甚至于后来呢 我们基于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 我能够在你还没有输入 这个单词的时候 我就猜到 你下一个想要输入的单词 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是叫金融的 金融说你的现金流在哪 它的盈利模式在哪 坦实来说呢 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还走了不少弯路 那我们的最早的商业模式 是授权给厂商 厂商给我交钱 比如说华为的第一款安卓手机 它是09年发布的 在那款手机上面 预装的就是我们的输入法 凭什么 你们怎么做到 华为是一个很大的企业 是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刚刚成立 所以其实跟 不管是华为也好 还是其他的很多手机厂商 跟他们合作的话 都面临一个问题 他们不相信你 他们甚至于 有一些手机厂商会说 我们从来不跟成立时间 短于五年的公司合作 因为他就担心你 万一这个死掉了怎么办 但是在这一点上面 其实可能也是我们的一个运气 我们中间第二年的时候 拿到了一个国际的金奖 那当时我们就是看到 世界有一个叫世界通信展 但是这个展位费很贵 又多贵 大概十几万人民币吧 所以当时看到有这样一个奖 叫全球移动创新大奖 他说如果你入围了这个奖项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免费的展台 完全没有想到最后 能够拿到这个大奖 而且这个也是中国公司历史上面 第一次拿到这个奖项 所以我们当时也觉得非常的自豪 那你拿到了这个金奖之后 它对于初宝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 那我觉得首先最大的一个改变 就是它能够让我们公司活下去 因为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参加这个比赛之前的时候 我们现金流几乎就已经枯竭了 更重要的是因为通过这个奖项的话 我们能够获得很多客户的认可 比如说中心华为是国内最早出海的一些公司 然后包括HTC 佐尼 像一些其他的国外的手机厂商 我们也都纷纷找到我们 跟我们就是一起合作 而安卓手机在09年的时候 也才是刚刚起步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说 也抓住了一个很好的市场契机 遭遇海外狙击 它凭借什么打赢了中国软件业 首例337调查案 我们面临两条路 这两条路都是死路 要么就是打官死 然后这个穷死 输入法业务顺风顺水 它却为何开启自我颠覆模式 我觉得我们是一家 应该是一家互联网公司 而不是一家软件公司 中国经营者 专访触保联合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官王嘉良 广告之后更精彩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 本期做客 中国经营者的嘉宾是 触保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王嘉良 通过与法国运营商 Orange 中芯 华为等首席终端合作 成功出海的触保 在输入法领域份额激增 在三年多的时间内 直追美国输入法巨头 NUNCE 出入打击竞争对手的商业目的 NUNCE向主管337调查的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起诉讼 指控触保设计五项专利侵权 如果当时你不去运速的话 那可能你就放弃美国市场 甚至于可能对我们来说的话 就是放弃全球市场了 所以当时我们会发现说 我们面临两条路 这两条路都是死路 要么就是打官司 然后穷死 但最后其实也是一个 比较任性的决定 因为我们还是觉得说 第一我们相信自己的技术和创新 我们从创业的一开始 就非常重视知识产权 我们公司还没有成立的时候 我们就先去注册了六项的专利 然后在刚开始赚了一百万的时候 我们就把四十万投入到知识产权里边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并不相信说 自己能够被这样的一个困难所打败 所以我们当时不但选择去应诉 而且非常任性地选了 美国排名第一的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 当时也选了他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律师 去帮我们打这场官司 我可以给你讲一个很小的一个细节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有一个和解会议 那个时候我正好看了一部电影 叫做《中国合伙人》 这个电影里边呢 其实它也有一个桥段 就是说主人公他面临了一个国际诉讼 最后呢 他在和解会议里边慷慨成词 然后把对方说得感动了 最后呢 这个大家就坐下来一起协商商谈 最后就对方就撤诉 那我当时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深受启发 我觉得我看到了希望对吧 所以我当时也就天天在镜子面前在练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个现实往往跟电影是不一样的 对方压根就没有给我们任何机会去谈和解 整个和解会议开了不到五分钟 我连最后发言的机会都没有 他们在美国很大是吗 他们在美国本身是一家上市公司 然后他们之前也不断地有起诉一些创业公司 但是打到官司打到最后 到最后阶段的时候 他们是主动打来电话 说我们能不能和解 所以我说那么我们就答应这个和解 是以我们非常有利的条件去和解 而且就跟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完全不愿意和解 这个态度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对我想现在很多的中国企业想走出去 很多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是法律的障碍 所以我们要学会国外的游戏规则是什么 第一个是尊重法律 尊重游戏规则 第二个其实企业的社会责任非常重要 这是可以帮你赢分 赢得媒体用户对你尊敬的一种方法 正面墙呢 其实展示了我们全球的专利申请 和授权的专利 我们非常注重知识产权 所以我们在全球已经申请了 超过170多项的专利 包括有一些已经被授权了 这场官司之后呢 有几个改变 第一个改变是说 本来很多担心我们 有知识产权分险的厂商 都纷纷地开始跟我们合作 第二个改变 我觉得一下子把我们拍醒 我们自己就问自己 我们是不是要成为 他们这样的公司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从打完官司 13年结束之后 到14年开始 我跟我的合伙人 就下定决心说 我们一定要彻底地颠覆自己 怎么颠覆呢 首先就是颠覆这种商业模式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一家 应该是一家互联网公司 而不是一家软件公司 所以我们的商业模式 不应该是做厂商授权 那我们应该像互联网的 这个企业一样 去做一些C端的 所以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 非常大胆的决定 就是我们陆续地跟这些手机厂商 说我们接下去打算免费 但是对我们来说是破釜沉舟了 输入法本身是一个相对比较难以变现的产品 我老师在那边谈广告的话 用户肯定会不喜欢 那当时我们就觉得说 有没有能够通过我们输入法积累的 这些人工智能的技术 包括这些用户的交互的技术 以及输入法的入口的价值 包括我们对全球市场的理解 我们能够开拓出一些新的商业模式 那最后呢 我们答案就是我们现在的海外的内容 分发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首先我们有二十几款的内容型的APP 它针对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垂直的领域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是针对健身的 那有一些呢可能是针对小视频的 然后也有几款的话 它是针对生活方式 比如说让你学会更加的放松啊 可以给你一些更有意思的 一些生活的小提示啊 它里面都是一些性吸流的产品 那么在这些产品的最终的 这个推出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们用的都是 我们统一的一个推荐算法 那这里边跟我们的输入法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因为输入法 它是在不断地预测和推荐 用户想要的输入的内容 那这里边用到的深度学习 和人工智能的算法呢 是帮助我们去构建 这样一个内容推荐的算法 这里面会有用户隐私的问题吗 我们用的不是用户的实际的数据 我们用的是这个 我们构建的这样一套算法 首先我们不会去收集 用户的隐私数据 同时呢 比如说输入法里面 它会对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 大家在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会有了解 这就像我们的热词推荐一样 那这部分其实它是聚合的信息 所以它不涉及到隐私 其实是在做精准的广告营销是吗 可以这么理解 其实这个模式的话 跟头条也好 BAT做的很多信息流的产品 其实它的模式是一样的 就是在内容里面插广告 它这是一种最直接的变现模式 所以就这个本身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 根据触宝最新一季的财报显示 第三季度营收3679万美元 同比增长300% 其中以信息流为主要形态的内容型产品 营收占比66.6% 这标志着触宝实现了从工具应用 向全球内容分发平台的转型 作为一家总部在上海的 全球化互联网公司 它面临的最大的管理挑战是什么 希望触宝未来能够成为一家 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互联网公司 中国经营者 专访触宝联合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官王嘉良 广告触宝定经营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 本期做客中国经营者的嘉宾是 触宝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嘉良 触宝输入法业务 已经拓展到了全球240多个国家和地区 笔尖谷歌和微软等巨头 而全球内容型系列产品的 日均活跃用户超千万 是一家名副其实的 国际化移动互联网公司 那接下来我对于触宝 可以有的想象空间在哪里 在海外移动互联网的 就是这种发展 其实没有中国那么快 对 那么在中国其实你会发现 过去的这两年时间 已经从很多工具的产品 转向了内容型产品 不管是现在的像抖音也好 包括很多短视频的活报 那在海外其实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 只不过呢 它现在还是一片蓝海 它几乎没有太多的 这个玩家进行入局 而且它是一个 又是一个进入壁垒足够高的 因为它有各个国家不同的语言 所以未来触宝 我们会均定不移地在内容产品上面 取发力 我觉得触宝很特别的一点 从起步就是在国际上 所以是一家真正的 我觉得国际化的互联网公司 其实我也经常有人问我说 你们未来是不是希望成为BAT 其实坦率来说的话 我并不想再成为一家BAT 我觉得我希望能够做一些 BAT没有做过的事情 就是中国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还没有一家 真正意义上的 全球化的互联网公司 所以我特别希望 让出宝未来能够成为一家 真正意义上的 全球化的互联网公司 您觉得跟国际性的公司打交道 它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则 其实是我们可以去学习和遵循 会更容易去得到它们的尊重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产权 那其次呢 我觉得是跟海外的 不管是合作伙伴 或者是用户 他们的沟通方式上面 可能也会有所区别 那第三呢 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一个自信 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有一次 跟一个海外的客户 在谈商业合作的时候 谈到最后一环 就是报价的问题 对方觉得太贵 他觉得说中国公司 你们劳动力成本低啊 然后你中国公司就应该是 报价应该比别的公司要便宜很多 首先我们还是非常坚定的一种语气 告诉他们说 尽管我们是一家中国公司 但是我能够给你提供的是一个全球化的品质 而且我相信这种品质 对于你而言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我今天不会再让步 在价格上面让步 然后他当时听完之后呢 他就在电话那头停了几秒钟 当时一片沉浸 我当时就想说 完了这个声音估计 你说这话你也没想过 把这天给聊死了是吧 我并没有去想太多 那然后说完之后呢 等到过了几秒钟之后 他的那个回应也是出乎我意料的 他当时他就说 Michael 我是第一次听到中国公司跟我这么说 尽管其他很多中国公司 愿意为此让步 而你不愿意 但是你恰恰就是因此而赢得了我的尊重 我非常信任 所以我也相信你们最终能够兑现你们的承诺 所以就价格的事情我们就接受 这里就是我们健身和娱乐的设施 我们平时同事休息 或者是下班的时候 可以在这里打打桌球 健健身 然后我们楼上还有一个露天的足球场 大家还可以在楼顶踢踢球 那边呢还有一个特殊的办公室 就是我们的首席娱乐馆 我们几只宠物猫 因为我们之前在园区的时候 捡到过一只流浪猫 把它收远下来 所以现在这几只猫 已经成为了触宝的迹象物 您的父亲是中国的第一代软件程序员 程序员 对 他对我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 小学的时候编出一些游戏来给我们的同学玩 然后到初中的时候 我就考出了这个程序员的僵硬的考试了 虽然我觉得可能我最需要感谢的人就是我的父亲 他能让我有一种 就像无问西东这样的一种 从小就建立起这样一种习惯吧 就是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 可能这也是为什么会 未来我会选择创业 这样一条路 最后因为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我们也想请这个嘉良聊聊 你心目当中的企业家精神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好奇心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可能是一种使命感 我觉得恰恰也就是好奇心让初宝有了创业的灵感 然后让我们敢于去辞职创业 而使命感让我们五个合伙人 能够无问西东的走过十年 最终走到今天 我觉得这两者缺一不合 我觉得这个企业家精神 就是需要工匠精神 对自己的一个自信 只要你对自己有自信 你才会赢得人家对他尊重 赢得人家尊重 我们才是一个信任 那么使得我们双方都是赢家 再一次感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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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